我小时候和其他孩子一样 喜欢踢足球 骑自行车 玩捉迷藏 六岁以后 我开始经常摔跤 我的父母带我去看医生 医生告诉我的父母 我患有肌肉萎缩症 这种残疾会导致身体慢慢丧失肌肉 十四岁时 我走路变得困难 开始使用轮椅 尽管挑战重重 我的残疾实际上让我变得更加微香 我喜欢寄交新朋友 听他们的故事 了解他们的挣扎 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的行动能力越来越差 但是我的家人从未让我的残疾限制我 我的父母和妹妹 带我一起走遍了世界各地 我经常去歌剧院 音乐会和博物馆 我甚至坐在轮椅上滑过冰 我努力学习 想让我的父母感到自豪 并减轻因我的残疾加重 给他们带来的痛苦 我考上了哥伦比亚法学院 成为了一名律师 我去十年一直从事法律工作 今年我取了我一生的挚爱 我非常感谢我的家人 他们让一切成为可能 我也非常感谢多年来 支持我的朋友和同事 不要让任何事情限制 不要放弃 你的勇气和毅力是无限的 我感谢多年来